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五百艺术集 你对他不陌生 南宫倩柔在宦官的带领下穿过广场 进入了御书房 他扫了一眼 星红地毯站着两名穿轻甲的青年 此外并没有其他人 这两人南宫倩柔认识 在禁军中效力 一位出身勋贵世家 一位则是草根舞者出人头地 那两人见到南宫倩柔眼里闪过诧异 南宫倩柔与他们并无交情 本身性格又阴意孤僻 便没有打招呼 漠不作声的站在一旁 不多时 元景帝进来了 边走边审视三人 最后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 沉声说道 知道朕为何招你三人入宫吗 南宫倩柔没有搭理 草根出身的武者微微低头 那位勋贵世家的青年抱拳 请陛下指示 元景帝汗首 三日之后便是天人之争 朕希望你们能够出手阻止 他把事情利弊告知三人 而后说道 你们中有谁愿意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官生一级 这三人是京城最年轻的四品武者 也是属于朝廷的四品武者 四品武者在外头罕见 大奉十三州 一州之地的四品屈指可数 但京城作为大奉的权力核心 四品高手的数量比想象中的要多很多 不过 三品武者只有镇北王一位 能断肢重生的三品武者 已经脱离凡人范畴 与四品是天壤之别 南宫嵌柔面无表情 草根出身的武者 眼里隐晦的闪过怒火 而勋贵出身的武者 却是忌惮和谨慎 元景帝陈生说道 官家二级 草根武者眼里怒火愈恥 勋贵出身的武者 有些异动 最终还是摇头 低一声说道 陛下恕罪 卑职能力浅薄 无法胜任 草根武者跟着抱拳 卑职无法胜任 元景帝脸色如常的汗手 你们俩退下吧 南宫嵌柔留下 两人松了口气 退出了御书房 元景帝夺步走回御座 等了十几夕 他们两人 一人是对朕为仁宗出头不满 归根结底 是对朕修道不满 另一人是惜命 自身已是荣华富贵 不想缠和道门两宗的纷争 南宫嵌柔平时元景帝 陛下留我是觉得我会出手 南宫嵌柔 我知道你的身份 也知道你想要什么 南宫嵌柔瞳孔疏的收缩 迅速的恢复如常 元景帝盯着他 只要你替朕摆平这件事 我可以借你两万精兵 南宫嵌柔表情有了动摇 似乎极为异动 但最后他选择了拒绝 陛下 我答应过卫公 他没有还我名字之前 我不会离开他 再者 李妙珍和楚元枕 任何一位我都不出 可两人若是联手 我也无能为力 而为了如期进行天人之约 他们肯定会率先联手 把外人踢出局 非我不愿 能力不及而 元景帝也不强求 挥了挥手 南宫嵌柔抱拳 退出御书房 元景帝沉着脸 告诉过师 这无能为力 让他好自为之吧 如此倔强的女子 宁愿面对天人之争 也不愿与我双修 既然如此 你就去和天宗到手 决一胜负吧 灵宝冠 年轻的宦官攻身行礼 牺牲戏气 果师 陛下也无能为力 京城中 年轻的四品高手 都不愿插手天人之争 您知道的 陛下也不好强迫他们 骆宇恒没有睁开眼淡淡地说道 本座知道了 宦官不敢多留 坐一后飞速地离开 过了一刻中 小院的围墙出现一只体态修长的橘猫 琥珀色的树桶 幽幽地盯着池上的女子 师妹 骆宇恒没有抬头 带着几分嫌弃的语气 你来做什么 橘猫略作犹豫 一幅商量的语气 问个事 人宗手里有清单吗 此单难练 价值连城 骆宇恒皱眉打断 戒指此单罕见还问 你一个地宗道手 要清单做事 橘猫有些尴尬 在师妹眼里 贫道就是连吃带拿的穷亲戚吗 清单我是用不到 我是替人来讨要的 骆宇恒喝了一声讥笑道 哼 你不是穷亲戚 你是没脸没皮的臭道士 我父亲以前练过夜炉清单 两粒被远景地驱走 我手头有最后一粒 但此单既难练又珍贵 我是不会给你的 除非 你用地书碎片交换 地书碎片怎么可能给你 你人宗又不会用 橘猫心里付匪 他惋惜开口 罢了 我本来给师妹找了个帮手 能拖延天人之争的帮手 对方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清单 既然师妹不同意 那贫道只好回去 骆宇恒豁然起身 回来 霸道的探手一抓 将墙头的橘猫射入手中 丢在池边的甲山 妙目浊浊凝视 语速飞快地追问 对方是谁 有几成把握 你可知道一旦卷入天人之争 想抽身就难了 说话的同时 他一眨不眨地 紧盯着橘猫 专注而迫切 橘猫舔了舔 被弄乱的毛悠悠地说道 你对他不陌生 甚至考虑过和他双修 骆宇恒眼里亮光暗淡 愿怒 他只是六品武者 即使有佛门金刚神功加持 称似也就五品的战力 而楚元哲和李妙镇 可不是寻常四品能集 徐猫不疾不徐 缓缓开口 你别生气 许契安的金刚神功 非等先武者能比 我甚至怀疑 四品武者的肉身 也未必比他强 骆宇恒冷笑 哼 你怀疑 因为李妙镇权力一见 未能伤他分毫 骆宇恒一愣 只觉得荒唐至极 求证般的反问 李妙镇权力一见 难伤他分毫 橘猫点头 骆宇恒呢 则是恶然不已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